寒山问时德 世间有人 亲我 见我 欺我 骂我 击我 笑我 骗我 种种恶劣态度对待我 我应该如何面对呢 时德约啊 只要忍他 耐他 由他 避他 理他 让他 不要理他 前面那个理是理尽 后面那个理是理会 就是理让他 尊敬他 再然后呢 再然后不要理他 哇 有人听到这句可过瘾了 我就是不理他 那个不要理他就是不要放在心上 不是说的气话 这个要知道 再过几年 你且看他 有人说了 我就是要看他 不得好事 就等到那一天啊 各位 你这学佛越学越恶狠了 不行啊 这样学佛还能学成啊 再过几年看他 再过几年你再看他 你就不会生气了 是这个意思 随着你的修行不断提升 你不会像以前那样 看他那么计较 那么烦恼了 这是你学佛有进步了 如果说再过几年 我看他不得好使 你都不是学佛 着魔了 纵然别人有改变 自己也退步了 怎么越学 心量越狭隘 越学越希望别人不好呢 怎么可以这么学呢 哪尊佛这么教的 真正学佛 我们要善用心 不要总是指望着 别人变得更好之后 我们才开始进步 来不及了 所以如果我们认为别人不够好 我们就要先变好 免得别人更好了 我们追不上 如果我们看到别人已经很好了 那么就不要犹豫了 晚上不睡觉 也要赶上他 要不然会被远远的甩在后面的 这才是真正学佛念佛人 应该有的生活态度 再次进步